我们如何知道邪术 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了解 我们前面讲过关于 以祈祷词治病的三个条件 例如说 他们说一些人们不明白的咒语 或者说一些恶魔的名字 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事情 那些邪术师 他们是邪术师和恶魔之间做一种 如同 比如一个人来到病人那里 我能够给你治病三个小时之内 我就把你的病治好 他们使用一些写术的方式 用土的方式 他们看星座 他们常常有星座给治病 他们写一些单独字母 俗称一些咒语吧 告诉你 要想治病不要礼拜 要想治病不要洗大经等等 让你听从一些非教法的东西 有时候他们还要薪水钱财 有时候他让病人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他们表面上说的话非常漂亮 实际上他们是想宣传虚妄 他们表面上一种情况心里又是厉害 他们有时声称自己知道优秀的事情 或者他们说他们知道你内心 知道你心里所想的事情 比如您如果丢了什么东西 丢了一辆汽车什么的 他说那个东西在哪里 他知道 他说声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